大家有發現嗎? 它的出發價已經不是價格了喔 已經不是價格 這TR是什麼意思? TR叫做True Range 真實的區間 你可以設定當 這個叫做負0.1塊的時候出場 負0.5的時候 要跟著出場 我設定一直給我拍 我設定送出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Key的圖 可以發現 現代的補價是這樣 我只設一個追蹤單 它的價格是在這邊 如果今天價格繼續往上升 這一個Trail Stop 它會跟著一起往上升 它的價格會跟現在最高的價格 最高不是股票的 絕對高低喔 如果你是賣的話是最低的價格 英文的語文是peak 撥峰 你們看到這邊會有很多 峰 這個尖尖的 這個尖尖的叫做peak 當達到peak的時候 如果往回跌 它的stop不會動 假設呢 我們等一下看另外 我們看這邊好不好 今天呢 我買了一個東西 但是它一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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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stop 如果它一直往下跌,我的停損不會動 但是如果今天設的是一個trail stop 它的stop這條線,它會跟著骨甲一起往下往下 保持你設的距離 對,保持你設的那個7R 那你會不會覺得,股價往下跌,它跟著往下,不是很怪嗎? 會不會? 因為我剛剛設錯了,你設計停損應該要在股價的下面 但如果你今天是買方,它一直往上漲 你設計的觸發價應該在股價的下方 好,了解一次嗎? 譬如現在不是交易期間,我沒有辦法測試一次 真正它會怎麼做 但你只要知道,trail stop設定的是價格區間 那你會想說,我不要設定那個零點幾塊,零點幾塊 這我不知道,我也沒辦法抓 能不能設定百分米 比如說它回跌百分之平的時候 或是回跌百分之五十的時候,我要把它輸掉 可以啊 欸,怎麼設? 我說可以的,上來 直接按吧 反正就可以設絕對值,也可以設比例嘛 它不是加減旁邊嗎? 你要去點它 點一下就符合片 必須很棒 絕對值多百分之都可以設 好 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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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後面有一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叫做,齒輪 你看到齒輪,就給它按下去 就對了 不會錯 齒輪 你會發現 這邊有好多個選項,對嗎? Side,就是你張單是什麼單 Price,就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這張單子是呈現什麼形態 好 當 Transtops是靈活到價送出,對嗎? 這邊可以設說 這個區間是0.1塊錢 這是絕對值 價格0.1塊 那這邊你會看到這是mark 就是試價在0.1塊區間把它送出 可是我不要設絕對值啊 我要設 來分比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就填這個 它就變0 當 差異是 0.1%的時候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設 10%的時候 我如果聽損10% 我就這樣設 它這個停損會跟著最高的 最高的價格去移動 所以它就可以鎖住說 你的損失永遠就是 10% 你可以很精準地 抓到5% 那我不想用mark price 對不對? 我可以用最近價格啊 我可以用買方價格 我也可以用賣方價格 還可以用的 AVGPRC 這是平均價格 最競爭20次交易的平均價格 平均價格 或者是 或者是 大家有發現這有個T嗎? 就 有人知道T是什麼意思嗎?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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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均價格 就是平均價格 就是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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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不知道 沒關係 這個是 革命在用的方法 Tick 就是可能比秒更小 一秒裡面可能換成100個交易 那這一百個就是一百個Tick OK 大家聽懂嗎?Tick T 不要聽不懂 那實際使用起來 有T跟沒T感覺不出來 除非你交易的是指數 那種上萬點 比如說像Russell 2000 它16000多點 這個T就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交易的是T 32塊被切成10分 好像沒什麼感覺 跟16000多點切成10分 有差吧 有差 所以通常你可以用一色的 前面的腦袋 OK嗎? 你會發現下面還有咧 定選 我們這先不要理他好嗎? 我們先講後面的 待會你就會懂 為什麼這很不重要 OK嗎? 到這邊都還可不可以 還可以 還沒有任何 好 那我們講最後兩種 最後兩種是 嗯 Moc跟 Loc 有人知道 Moc、Loc是什麼意思嗎? 湊盤 嗯 想把 拿 厲害 Moc 就是湊盤 搜撥的搜撥線 加 對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因為我一開始我就有講 TD只提過兩種 一種叫事加一種叫做 現象 你看 應該就是這個吧? Market of Closed這樣 對! 然後Limit of Closed 但是這個單有一個限制 不管你怎麼收下 這張單只會在美國時間2點半被送出 然後呢3點半之後這張單就不能被取消了 什麼時候會完成交易? 當當日的收盤價出來之後 它會在盤後花很多交易 OK嗎? MOC就是盤後的試價單 沒辦法改 盤後之後是什麼就是什麼了 盤後現價單就是你設定的價格 盤後之後交易 就是很不容易成交 那就是針對只能盤後交易的股票 這個設成才設備出來呢? 所有都可以 它是用收盤價格幫你撮合 但是沒有代表說這個價格 這個比交易一定是盤後完成 這個F-Tray的怎麼會用? 是盤後的那個順序 因為為什麼會做這個單格? 它放空 它如果不今天處理掉 它怕明天它完蛋 所以它盤後無論如何 它一定要處理 還有這不知道算了 這波我們不會用啊 所以跟我們知道說有些股票 譬如說它允許盤後交易 不是會有EXT 所以我們把它不告有沒有EXT 這個兩個都可以同學去 那個不一樣意思 不一樣意思 不一樣意思 這個單允不允許盤後生效 我來看一下 我之前有部分同學有聽過 這個單如果是它可以盤後生效 是在這個TIF TIF不叫做 TIME IN FORCE 就是這一張單子能夠生效的期間 如果是DATE 就是當於屬盤內生效 GTC是 Good Teal Cancel Good Teal Cancel 是持續生效 而且是盤內 直到你把這張單子關掉 如果是EXT 是盤內以外 盤前盤後都會生效 但現當日 如果是EXT 加GTC EXT GTC 它就是盤前盤中盤後持續生效 直到你把它關閉為止 要解釋意思嗎 這個是這張單子生效 就是送出的那種單子 生效的期間 但是如果你是下MOC觸發 想一下 MOC跟LOC叫做生效方式 你單都還沒送出去 要如何生效 所以這是兩個概念 LOC跟MOC是接近收盤的時候 那張單會幫你送出 那交易的價格是以收盤價為準 但不代表是你這筆交易 是在盤後完成 基本上現在是電子交易時代 對嗎 如果LOC或MOC完成交易的話 它交易的那個瞬間 就是收盤價出來的那個瞬間 只有1跟2 沒有把成交的 入不成交的那張單子 就完全失效 OK嗎? OK 好 TD提供了下單的方式 就這幾種而已 所以我想一下 TD只提供兩種單 一種叫試加 一種叫現價 另外它提供了六種生效方式 你可以把它設定到價的時候送出一些單 你可以設定到價的時候用試加單送出 現價單送出 或者是你可以設定一個靈活的道價送出 TRAIL 送出你可以送出試加 也可以送出現價 或者是 如果你做day trade 做股票當充 PRO當充的話 你可以用LOC跟LOC去做 好 那你會不會想 如果你是一個心思很細膩很複雜的人 我在下單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好 我要賺多少 然後跌多少 我要出場 你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你會說 阿里巴巴 我兩百塊的時候下來 買它 但是我自己設定 賺一百塊的時候 我要停領 別五十塊的時候 我要停順 有沒有這種單可以下來 你會想 想下這種單嗎 Other can sell others Other can sell others 然後一個是1 或2 Other can sell others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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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是會有人做那個語氣嗎 我已經想好了 我下次想什麼 留給你 這樣 這樣 像下次我跟他來客串 你先來聽我的 然後你再把我們還來這裡 所以換我們下次一定要來 欸那這樣 欸這樣我們每次辦肚子會都在你們後面 我們就沒哏嘛 然後你們的成績跟我們成績又重複 你也在想辦大程 講兩次大家才有更深的意向 OK 我補充有OCO OCO的意思叫做 One Cancel Other 不然就是有一張單 如果成交的話就會Cancel其他的 OK嗎 所以我會設一個試駕 我會這樣剩 我會這樣剩 好 遇到盒 如果捏 五架 阿四 這樣變動對吧 哇 阿里巴巴往上衝咧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不是看起來有一個 哇 壓力咧 他衝過壓力咧 會怎麼樣 我覺得他應該往上衝吧 所以呢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往上衝 衝多久 所以我設定 一個區間 到這邊 我就要出場了 那我再設定 到 如果他不小心跌破 我要在這個地方出場 所以我會不會一次下三種單 一個是限價嘛 然後同時呢 我會設定一個停利 一個停順 停利停順就是 價格到了之後 我要觸發這筆單 價格到了之後 我要觸發這筆單 是用哪一個 START 好 射一下 這個單的結構是這樣 好 假設我今天是買 對嗎 好 我要買喔 但是我不是買這個 我要按 Buy Cust 我按那個 OCO Break BuyCust BuyCust 你也可以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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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點 這剛剛是不是講過 但OCO是只有這邊才按得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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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個 我放大一下 可以再記一點 好 好 來 我們先看喔 欸 我按Buy 比如說 呃 我想再200塊買 然後呢 呃 我賺100的時候 也就是說210塊 我要停利 那如果 我輸50塊 我就要出場 那如果 輸50塊是什麼 195嘛 可以嗎 為什麼輸5塊跟10塊 因為要輸100 買股的話輸100 好 呃 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設 對通常 你要設定 你要自己評估你自己的風險跟獲利比值 就是 我希望我輸50塊 然後我賺100 我這樣是不是2比1 如果我輸一次 我還有一次機會去壓股 這不是叫什麼意思喔 就是 那個 風險管理 如果我輸一次 我是不是還有一次的機會去跟人家 如果我贏了 我可以把OCO賺回來 要這意思嗎 這是2比1的風險 所以一次會有三個單 第一個就是 我要買的單 我要花多少錢買 假設 我現在是200塊 現在是加200左右 我用200塊買 你會發現 200塊是限價 當然你這邊可以用RK 是不是很靈活 對吧 所以每一種單 你都可以這樣設定 好 再來 我要 210 平利出場 然後呢 我要在195的時候 我要在195的時候送出4加單平準 你剛剛這個單是 剛剛Buy加OCO 點定於之後跑出來的三檔 對 Buy、OCO、Sale也可以OCO 但是如果你沒有股票的情況下 Sale、OCO就是在放投 你看看你的權限能不能做 那如果你是選擇權 SaleCo SaleCo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Sale SaleCo SaleCo 就直接可以設定 或是如果你BuyCore 也可以直接設定 BuyCore 也沒有剪掉 如果今天呢 你會做Straight Straight 有買方策略跟賣方策略 所以 一樣你可以做成OCO 有買方策略 有嗎 那只是呢 Straight 它是一次 如果是來放的話 是同時BuyCore 跟BuyCore 對嗎 那你平利 就會有兩張 平水 也會有兩張 所以就會有六個單 好 OK嗎 還活著嗎 好 想一想 來我們這樣設 所以這個組合單 OCO 就是假設 200塊我買到了以後 其他這兩張單 也會一起生效 那什麼時候 這兩張單子 會被送出呢 都會被送出 什麼時候會生效呢 也就是碰到 上下這兩個借 我剛剛設定的這兩個 只要其中一個 交易成功了以後 另外一個 就會被Cancel 所以是 One Cancel Others 7 OK啊 好 這是股票設定的方式 選擇權一樣可以 假設呢 我今天BuyCore BuyCore大家都喜歡買兩個位置 0.7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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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有人覺得很累 我BuyCore每天都要看他洗髮 然後 那個群組從中就說 喔 要跌了 喔 要跌了 就是 心情不好 所以呢 我想說 我要跟六六的待 我就 今天一天說 要買這個 就是 大家知道 畢業有過 故事嗎 我從去完新加坡 我去自己 Follow這個單 Follow這個單 前前後後 但我真正買進 他的code 我至少設了 不下二十個禮拜 到不下禮拜 到不下禮拜 就是沒有你想過 連一月大跌之後 都沒想過 是不是很厲害 是啊 女人的錢好不好賺 全世界最好賺錢 就是女人的錢 所以他根本沒有在怕的 這兩天 是不是 美股也在大跌 小跌 小幅修正 一頁 如果有禁的人 你就會知道 還有再跌嗎 還有人已經挺立出場了 怕怕 別怕別怕 666的股票 OK了 好啦 我們繼續 假設我要拜一個 0.7 大概在這邊馬上 我要設定 如果這張單 賺百分之五十 我就挺立了 但是別的百分之十五 我就要出場 你知道 會想要這樣設嗎 會 會 謝謝 好 那我 要用你來 一樣 在這個地方 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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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原諒我 不太會用 好 這個 這邊是可以用 這個叫做什麼 鎖鏈 放開鎖鏈 那個鎖鏈 打開 到這邊就可以設定 這個價格要link到什麼東西 TRG叫做你設定的價格 TRG百分比 是你設定的百分比 確定 好 這邊是不是可以設百分比 我設定我要 38 賺38出場 我要正58出場 然後呢 這裡 這邊就可以掉 我要負 可以用設定百分比 對 設定百分比 好 大家有看到嗎 我32塊買這張扣 如果這個扣漲50%的時候 這個扣漲50%的時候 跌 百分之 25%的時候 我要 停 出場 可以嗎 那就Send囉 有時候 你會看到 打開 你就看到這個 看得清楚嗎 可以了 可以了齁 我這個價格買 然後 如果跌到這裡的時候賣掉 如果 長到這裡的時候也賣掉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鎖定我的破例 跟我的 風險 好 大概就這樣 但是 你可以更狠一點 你把這個 Bug 跟Limit 都設成Trail 這兩個 就會跟著這個 最高的股價 一起上下移動 哇 有沒有狠狠 那我不要教你們 因為 我 也不會設 好 來再教你們一招 如果 你覺得 喔 它一直滴一直滴 你放心 我可以把它往下 但是我覺得它 有點不太留意 反正你現在設的這一個 上下 根據你買價的上下 不管是絕對 直播比例 如果你加了Trail 就是根據市價去移動 對不對 對 跟著最高 你看說 這個Pick的價格 如果你是買的話 它會跟著最高的價格 如果你是賣的話 它會跟著最低的價格 然後它跌跌跌跌跌 它這個 Stuff會跟著一起往下移動 然後 回彈的時候 不會動 所以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平損 這個 的損失就是 固定這個學生 這可以移動的 這可以移動的 是 但是它很不靈敏 有一個指數 斷開手 斷開手 這個 大家自己試試看 這個 這是可以移動的 有時候投影喔 沒那麼準 就給他修有點棒 那我們看回來 你設的OCO單,他會把它綁在一起 如果你close一個,全部都close掉 那你要修改的話,你也按其中一個就好了 兩次我要修改,我要把它變成 Chill Stop, Chilling Stop Belt Belding Stop 跟著怎麼跟著 他就跟著 他會跟著 他會去跟我們家一起動 跟著 最吸引我們家的 OK嗎? 但是有的時候 靈活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覺得電腦聰明還是人腦聰明 現在 現在 我的認為是 投資 投資 或者是你做分析 他有科學的基礎在 但是有些判斷需要經驗 但經驗它不是科學的東西 經驗是一種藝術 所以有時候過度靈活設定 或是過度靈活的方法 不一定對你是好 所以呢 今天找到這些下單的方法 生效的方法 還要組合單怎麼下 今天大家可以請問我 幫你常常練習看看 什麼樣的單 才是對你最實用 對你最平衡 而不會不小心下錯 那樣才是對你最好的 那 今天找到這些單 你們要回去下錯 可以錢拿火車吃 我愛的 我是告訴大家 有這些方法可以用 但哪一個最適合 你們跟不一樣 OK嗎? OK OK 那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 好 來 TB提供幾種單 兩種 一種叫做 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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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把那个 黏一点点 开侧面 打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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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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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小朋友吃課長都安排太多了 只是想玩就沒時間坐在那邊 這個策略很有用 這個策略有用 波動大的 我最近也想說 有一個產業是生機類 有什麼新的藥 不是 他新的藥品準備要發佈什麼癌症 實際絕症發佈趕快下 下完突然這樣 然後覺得不成功就這樣 沒有 在場 你只要經過這兩個車 Stradle跟Stringle 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 OK 就是有一半一半 那有聽過跨市跟樂市 好 是的嗎 是的 樂市 樂市是哪一家公司的 樂市 百四可的代號是什麼 百四可的代號是什麼 P P OK好 可以話講 OK 那其實就是說這兩個應該說我們去 最近一次去EIP就是大航的時候 有補充一個就是Stradle OK 那跨 它的中文名字叫跨市 那不要講 它的英文翻過來就是跨 那其實它的操作很簡單就是說 它是 我先講定例 等一下我可能會看 開亂題 好 我們實際下一個單 那就是說它買進同樣旅約價 跟同樣旅約日的扣跟會 我再說一次喔 它是買進同樣旅約價跟同樣旅約日的扣跟會 這邊有人沒有聽明白嗎 應該都聽得懂 OK 那一般的話 我先講通則 等一下我在操作的時候 我會實際再講跟審議 那一般的時候 我們在下這個單的時候 我的旅約價 我們要選那個Stradle price 那我們可能有時候上個禮價 去看什麼支撐壓力 你說Stradle基本上都不用算 你就是下在價評的那個地方就可以 那我最早之前有跟EGN朋友分享過 我們怎麼看價評 價評就是 可能會有人覺得是在TV上那個 黑色跟紫色交接的地方 但其實定義上 價評應該是最接近現在 價格的那個地方 比如說蘋果現在 我講嘛 它181塊 可是它Stradle price是180跟185 對嗎 那到底是180還是185 因為它會是顏色交接的地方 那為什麼不是180 它不是顏色交接的地方 價評是 因為我剛剛破崗 其實我們會找在價錢最接近的地方 除非它有模擬兩可剛好在182.5 那我就 其實那可能都可以 但是我們會從全力性上 可能你可以看得出這些東西 那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樣的策略 就是說我預期短期內 我想是短期 因為我們記得選擇權有什麼 時間價值 那時間價值是對哪一方比較容易 買方還是賣方 賣方 賣方 明白嗎 這邊都OK 聽不懂要舉什麼 OK 好 預期短期內會有大波動 那為什麼 什麼樣狀況下有大波動呢 可以 就是說我們可以預期的 就是說它發財報 美國要升息了 或是說我明天開始我要進攻伊拉克 之類等等的 你預期進期股價或股市要有大波動 或是說這間公司要有大波動的時候 你可能適合做這個策略 那Stradle它其實有一些變化 剛剛我講的是在同樣的旅約架 跟同樣的旅約日 那其實我可能會寫單位要1比1 就是一個扣要就是一個分 OK 那就是說你可以做帶方向性的Stradle 什麼叫帶方向性 就是說 我雖然知道它會有方向性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會往漲的方向去 比較 這只是一個選擇 但是就是 你可以做在架內跟架外 那用Delta去做調整 這個我等一下再細講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進階的跨式 我剛是說1比1嘛 進階跨式叫比例式 就是說 我可以用不同的口數 就一個扣配3個分 一個扣配4個分 那一樣就是不同的旅約 像用Delta去做調整 OK 那我這邊我先跳到 我先跳往後面 這個講義大家應該都有 OK好 我跳這一頁 這一頁是它的損益圖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我下單的當下 這個是損益 0以下是賠錢 0以上是賺錢 OK好 那這個就是 橫軸是股價 以高利物的價格 那我現在下單 假設說這個地方 我假設這地方就是100塊好了 我隨便覺得 我不知道什麼股票100塊 我現在覺得它近期要發財 到有大波動之類的 我在100塊的時候 我同時買了一個sell stripe price 100塊的code跟100塊的put 那我可能同時 每一個我都要付10塊權利金 那我這樣權利金總共要付多少錢 20 20 所以我這裡會付20 因為我現在付出去了 對吧 那這樣講 我們code怎麼樣會賺錢 code 漲價 漲價的時候會賺錢 那我剛剛是說我100塊 我的權利金 code跟put都是10 所以我應該花20塊 對嗎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一個地方 現在補價賺到多少錢 我會把這個 我現在不把時間價值減數 110 110 有同意是110 120 120 120還是110 120 110 110 110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裡存一兩坪 那你可以想 我的扣牌是 我的權利金是10塊 對嗎 我漲到110的時候 我權利金變得多少 20 20塊 對嗎 那我的put 我的put 我要感受了 這好像是120 對啊 喂 我是注意你 我幫你認真你 好好好 這一點我們不接受 好 我們倒帶回5分鐘之間 OK 所以大家明白那個權利金怎麼做計算 其實我們先不管時間價值 我們完全 好 扯遠 對 權利金是由時間價值跟內涵價值組合起來 intristic value跟intristic value 有人跟大家都懂 所以就是說我們都會去做計算 就是股價漲10塊 我理論上我的code就是鑽10塊 我的put就是虧10塊錢 那我們選擇權利金最終的課要多少 0 哪一方 0 0 就是0 我一開始錢就付了啊 那個賣方不會來說 欸你錢輸完了再補錢 不會 我就是合約作費而已 我就把這張紙丟掉 當沒有這一回事 就我錢輸完了 所以 只要股價往這兩邊有所謂的大波動的時候 我的獲利基本上是無限的 對嗎 我股價如果漲到200點的話 不得了 我的put 我就輸10塊錢 可是我的這個code 我賺100塊 OK 對 所以明白這個策略的用法 就是一定要有大波動 如果說 我剛剛說這裡是120 那這裡可能是80 那在這個區間內 你基本上都是輸錢 你基本上輸錢 只是說你到這邊 你當初付出20塊 欸 maybe拿回15塊 你只輸5塊錢 OK 那 我今天講的這兩個策略 大家有注意到上面 其實重點在這裡 他們其實叫弄跟秀 弄就是買 然後秀就是去fine 去賣 去做賣方 為什麼只做bine 有人知道為什麼只做bine 其實策略我也可以做sale 我可以同時sale一個code 跟sale一個put 那為什麼我不說 不說我們去做sale 為什麼我 我不跟大家說 我們去做sale 權利金 有人說你又不想 貢獻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你的想法就是說為什麼 我會 我不想去 如果說我們是做賣方的話 這個圖搞我天堂過 它會變成這樣子 股價在這個地方我才會賺錢 賣方的話 相反 對 其實這樣講 大家 我記得一開始在上bine 20的時候 可能秀會說不要忘記 台灣選擇選擇的東西 可是那個是因為 所以我們價值投資bine 其實是建立在 跟股票連結的東西上面 現在你做的東西 跟股票完全沒有連結到 完全是在做合約 那合約的賣方真的是風險無限 如果你是倒過來 股價暴漲暴點 你真的會哭死 記得嗎 賣方賺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買方來 我講錯我講辦法 買方賺的錢是賣方來 我剛剛說買方有獲利無限的可能 對嗎 那你想賣方就是風險無限 你可能還要脫褲子 欺壓盪產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人聽到說選擇選為什麼 好像一定要做賣方 哇 他們說哇你們都比 這樣子之後 是不是覺得你叫我們做賣方 好可怕 他們聽到 因為他們的連結就是這 因為台灣的商品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一個股票做連結 他完全是數字流行 所以明白喔 所以大家不要去做賣方 我在網路上會有很多人 教一篇股票可以做賣方 你可以穩穩的收集 但我相信現在不要去做這個東西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我可以講100次非常 非常有把握 你再去做這個 好OK 所以跨市大家大概明白了 整個的架構 OK好 那我就講 另外有叫樂 Srangle Srangle Srangle其實跟他相反 我們先就定義 他是買進不同的旅約價 但是是在同一個旅約日 好 再說一次 是不同的旅約價 但是同一個旅約日的構成會 那剛剛是旅約價跟旅約日 都是同樣的 那是叫跨市 這個叫樂市 那一般來說 我的旅約價 剛剛是選在價停的嗎 我是選在價外的 價外 那比起短期內 股價會有 剛剛是 短期 我剛剛知道 股價會有大波動 這個加了兩個字 非常大波動 才會賺到錢 然後後面這個都一樣 就不講了 那第二個就是 比起Srangle 他更投機 那 好OK 我開水意圖 大家可能就會更明 這是啥水意圖 那剛剛我們是現在 同一個旅約價 只要晚 可能好像沒有很多 就能賺錢的 你看這下面有一大區 他都不會賺到錢 他都不會賺到錢 他需要股價有更大的波動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的選擇權 是價內比較便宜 還是價外比較便宜 要付出的權利金 想一下 不管是扣扣是扣 是價內便宜還是價外便宜 價內啊 價外 價外比較便宜 因為價外的合約是沒有價值的 理論上 就是假設今天股價都不動時間到 價外合約就是廢止一早 價內會有內含價值 所以 價在價外 價外的很便宜嘛 你可以想像成 我有機會一小某大 其實如果你要怎樣選擇權 他都跟你說 啊 風險有限 獲利無限 就一小某大 那就是你知道 他 那比如說以這個圖來說 我們的扣會買在這裡 還是買在這裡 我扣是買在這個 左邊這個點 還是右邊這個點 扣 扣 扣 右邊 因為我的股價在中間嘛 那右邊對 扣這個合約來說 股價越高就是越價外 越賺錢 越沒有 他沒有內含價值 那put就是 你約價比股價低 他就有內含價值 OK 那這邊就是 價外的地方 如果想說我還沒有 OK 好 那我在軟體上實際 帶大家去看怎麼樣去下單 OK 這是TD的介面 那 我前陣子可能在群組上有說 我做了AAPL的Straight 對嗎 對 像我些同學跟單 有嗎 沒有 沒有嗎 我精神跟著你 喔 OK 那個單是有賺錢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聽瓜巴這麼高 賺100塊 100美金 對啊 賺100美金 對還不錯啦 人生真好 OK 好 那基本上 我相信選擇選擇下單 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 比如說 我要做下一個月 比如說 蘋果下個月又要發財報 那 如果我沒有放大的話 大家看得清楚嗎 還OK嗎 那 現在蘋果的價平的話 大家會想要下單 185還是195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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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185 其實可以算 就是說 你理論上 你買兩個加起來便宜 也可以吧 就是我們同時買進code 跟put OK 那 其實我不喜歡在電腦上面下 因為很麻煩 手機上很容易下這個 就是組合單 如果要像的話在這邊 這個地方 Spray這邊 你點下去它會有很多選項 OK 你可以選到Stradle Stradle 你選下去之後 它其實很聰明 它就把所有人的旅行 左右邊都併在一起了 都算給你 有沒有注意到買賣價全部變一樣 買賣價是一樣的 對嗎 它已經把code跟put 合併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185或是190 其實如果是我可能 我會買185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最便宜的 你可以看得到嗎 7.07 所有的權利金 所有的欄位裡面 這一格權利金最低 往上往下每一格都比這個高 所以你不會判斷哪一個是價比 你就找權利金最便宜的那一格 然後就把它點下去 那就buy 這邊一個是這一個 沒錯 給下去 就這樣喔 就同時顯示 buy一個code 跟buy一個put 然後權利金是多少 那這個要不要調就是看個人 你現在調到這邊可能是最低的 它可能不一定成交 你可以調高 因為我們現在是買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錢 才容易成交 OK 好 好